画面中的枪管内部布满了螺旋线 难道子弹不会与其产生摩擦 从而减慢速度吗 这一圈圈螺旋线到底是什么 在这么细的枪管里 它又是如何被雕刻出来的呢 简单来说 这个螺旋线就是枪管弹线 它的构成并不复杂 螺旋槽凸起的部分是阳线 凹下的槽布是阴线 虽然弹线的形状有很多种 但作用都是相同的 那就是让子弹在出弹后 仍保持原定方向 为什么这么说呢 如果没有弹线的引导 羽毛球这项运动 大家都不陌生吧 在球拍击中羽毛球后 羽毛球在向前运动的同时 还会向后翻滚 子弹也是一样的 如果它只是单纯的向前飞行 那么四周的气流 就会对它造成影响 从而就有偏离飞行轨迹的风险 但有了弹线后 子弹在向前运动的同时 还会在做纵轴旋转运动 高速旋转的物体可以保持转轴的方向不变 就像是陀螺仪一样 它可以通过自身的旋转 稳稳站立在桌面上 当子弹绕着自身轴线旋转时 它自身的角动量就会变化 这足以抵消外界力举的影响 可以有效提高子弹的射击精度和射程 有趣的是 弹线还被称为枪支的指纹 我们都知道 指纹是个独一无二的个体标识 由于机械加工的工艺 每把枪的弹线都会有一些细微的差别 因此警方可以将子弹被弹线削出来的独特痕迹 作为线索来追捕罪犯 但是这么细的枪管 一圈圈螺旋弹线又是怎么被制造出来的呢 早期加工弹线的方式十分简单 拉销法 就是将切刀安装在比枪管直径细的拉杆上 然后操纵拉杆运动 反复让切刀通过枪管 随着枪管的匀速旋转 以及切刀的反复伸缩 一条条弹线就被刻出来了 拉的次数越多 形成的拉槽就会越细越精密 接着就是模头顶拉法 也可以称为冷压法 就是使用一个和弹线相同外轮廓的挤压头 利用机器让枪管对准挤压头旋转 硬生生在内壁挤出弹线 这种冷加工方式不破坏钢材的整体强度 所以枪管的使用寿命比较长 但要注意的是 这种硬碰硬的方式 润滑措施很有必要 最后这个就有点意思了 它的弹线是被印刷出来的 简单来说就是在钢管里面塞入一根心棒 然后让心棒在枪管中螺旋前进 同时枪管外的垂头会高速敲打枪管 从而使枪管内壁印上心棒的形状 也就形成了弹线